这里是宋朝的一个国师 叫利伯韶的一个宋朝的一个国师 给这个皇帝就是宋高宗的女儿 选了一个宝地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 这个位置在广东省东莞市东城 石井石子岭这个位置 这是当年邓氏的一个祖先 比较慈悲 然后当时这个宋高宗的女儿 也就是当时兵华马乱 然后流落到民间 然后被这个邓氏的祖先收养 也是发慈悲 然后最后跟这个皇亲国戚 就是皇家贵族结成亲戚 所以说嘛 祝此赛 好人都有好报 你看 我们看看他这个墓的大致情况 这前面左右两边是华表 那一对司马 这里 我们今天拿这个探测椅过来 探测这里 这里是有太极点的 这是当年大宋高宗的一个地 这是当年大宋国师利伯勺点的一个地 给那个宋高宗 就是给皇帝的女儿 宋高宗的女儿 这个赵玉女点的一个宝地 这个是墓穴 这有太极点在这里 我们看这个古墓的这个大致的外观 这是一个石棺材 砌成这样子 这个朝向是很正宗的 这位置很漂亮 我们看看这名堂 好 走近点 排我的这个探测椅 第一条线 第一条线 嗯 照一下那边 照一下那边 你在右边拍 在右边拍好一点 不是你的相机 在右边拍对 对 这是第一条 走啊 好 那走第二条 哇 哇 这里能量很强大 在中间这里 这是第二条 第二条 第二条 哇 好 走上去 看一下 你看 在龙脉 现在一直在本 第三条 对 好 马上走 你先走前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古墓 这是宋高中的女儿 宋朝的大师 国师 历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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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给这个皇帝的女儿点的宝地 我们今天拿探测椅来探测 好 天线死到 死到那个 大师点了 这样的那辈子 哦 哦 已经卖下去了 好正宗哦 你在前面啊 在前面看 天仙使道,教会在这里 点一下那边,在探头朝前方那边点一下 在木那里,我们继续走 好 在前面 我们再扫一下 哦,羊麦上去了 站在那边 在前面看 我们再来个天性使道看一下 哦,教会在这里 哇,真的在这里 走啊 影响 鼻子会拉回来 掌的修备上去看一下 我们在写上看一下 切割它有龙脉线 哇 就交回在这里 这个是宋高宗的女儿 这是宋朝的国师毕博勺 当年给这个宋高宗 那个女儿点了一个地 位置在这里是最正宗的 看了 第一根 哇,好正宗哦 第二根 第二根 这个是宋朝的国师毕博勺 帮这个宋高宗的女儿点了一个大地 哇,第三根 第三条 走前面 你拍点视频 哇,天津市道交回在这里 好,继续往前走 继续走 哇,好正宋 哦,可以 哇,不一 都是指那里 照一下台指的方向 哇,天津市道交回在墓前 哇 好,我们进去 好,我们进去 哇,交回在这里 现在在那边 现在在那边 很正宗 哇,交回在这里 很正宗 好,沾上去 嗯 哇 哇 这个是宋朝的一个古墓 是当年宋朝的国师 大宋国师 历博勺 帮这个皇帝的女儿宋高宗 哦,宋高宗 那个女儿 写了一个地 叫赵玉女 这个位置在东莞市 嗯 石台 哦,不对 我喜欢是东城 你看我去哪 我看一下中文 好,我们通过这个谷歌卫星地图 看一下这个龙脉的走势 看一下啊 这是龙脉 这个龙脉非常的漂亮 中国南龙的龙头 号称九龙巨首 看这个 这是 英方 英商王朝古墓的龙脉 啊,我的手机号码是13680860674 微信13680860674 再看一下这个地图 这宝地很漂亮 嗯,OK